撒家的招式有魔皇拳 银河星暴 魔皇粉星拳亦次远 招式的程度而言 攻击力不如老牛 治愈力不如沙家的天舞 速度有待考证 空间招式不及敌思的彻底 精神攻击是看家的本领 但是 对于任何的敌人而言非圣斗士 总有一招是管用的 这就是撒家的全面性 如果单一拿出来比较的话 他的招式不能说是很厉害的 那么撒家的优势在于什么地方 可怕之处又是什么 就是对黄金圣斗士及圣域的了解 这里有个很敏感的话题 就是沙家和撒家 沙家在制造幻象时 猛黄金说 像被神玩弄了一样 而撒家破了家龙的幻象时 说的是不愧被大家称为神之化神的撒家 没被幻象迷住 这一点可以看出二人的确很近身了 好了 不拿他们做对比了 有些无聊 撒家对黄金圣斗士的了解 木不信木的实力持有这点 事实而言 撒家是对的 木的实力的确很强大 从战胜巴比龙就能看出来 而木当时攻击撒家也没使出看家本领 对加龙了解自己就等于了解了加龙的招式 破掉了对方的幻象 小艾毫不客气地指出 小艾愤怒时的实力是绝对的一流 因为交手过 米罗 黄金圣斗士在不穿圣衣的情况下能抵住14针的攻击 但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第15针 所以在致命的一针出来之前将对方击败 撒家 首先 告诉修罗卡庙 巨蟹撒家人 烧了最纠集的小宇宙 其次 又说幻象是撒家制造的 而后 说击败撒家要天地逆转才行 随后 又对撒家还的防御力给予肯定 而后又告诉了卡修二人双罗数 以及撒家求死的意愿 随后又告诉卡修二人别接近撒家 可以说 撒家的实力并不能说是最强的 但是古人云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正是撒家对他们的了解 才使得他能统领循庸 然而撒家的实力和领悟力虽强 但是 论综合 笔者个人看法 撒家实力虽不及撒家 但是 凭着对他们的了解 撒家应是当之无愧的圣域首领 综合排名第一处二老 不足为怪